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不少的朋友跟我谈起现在世界和平跟冲突的问题 那么正好在昆斯兰大学 现在有一个研究所 专门讨论促进和平 消弭冲突问题的研究 这个问题由来很久了 可以说 自从有人类出现以来 大概人与人之间互相冲突的问题 就存在了 佛说 这是六道凡夫啊 那么这个世界有没有冲突的事件发生 只有和睦相处的这个世界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有 确确实是有 祝福的净土 菩萨居住的净土 没有冲突 确实 确实是真正落实了 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为什么 我们这个世界 七万年来 冲突不断的发生 一切众生 渴望和平 也忘了千万年 和平没有到来 而冲突不断的提升 要消除冲突 落实和平 能不能做到 我们晓得 这个世界 许许多多的人 怀疑 认为 和平是一种理想 不切实际 这个是世纪 一般人的想法 看法 实际上 圣人的 看法 想法 就不一样 首先 我们要明了 圣人 圣是什么意思 神人 神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 古人 对这些名词 有说明 神圣 聪明 正直 为之神 圣 是对于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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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 四十真相 明了 这称之为圣 圣明 那么 那么由此可知 中国人讲的 神圣 绝非迷信 神圣 就是做到了 臣与明 真臣 明达 明了通达 一切四里 这个人 我们就称得圣人了 在中国 孔老父子 这是个代表 我们尊他为圣人 在孔子之情 像孔子这样的人 无不少 通称为 古圣 先王 他们 一生 除世代人 皆无 都是以真臣的心 明达 四里 因果 教化 众生 确确实实 能够达到 社会的安定 繁荣 兴旺 教化 众生 是人人都能够 明了 厉害的事 吉兴 活福 达到 社会的 常治 久安 如家 如家所说的 大统之治 那不是理想 事实实 是 现代的社会 为什么做不到 社会病了 我们也晓得 现在许多人都说吗 地球病了 地球是我们居住的环境 社会病了 社会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人事环境 这麻烦不小啊 物质生活环境 人事生活环境 都有了严重的病态 病态的根源 在哪里呢 古生 新鲜 告诉我们 一句话 众生 贪嗔 吃慢 所造成的 贪嗔吃 随着物质享受 快速的 向上升 如果不能够 满足自己的欲望 竞争 就产生了 我们看看 今天社会 学校的教育 再看看 家庭的教育 父母 叫儿女 是不是叫他竞争 学校里面老师 叫学生 是不是叫竞争 这不是小事 这是大事 竞争 竞争 不能满自己的意思 那一定就变成斗争了 斗争 还达不到目的 那就变成战争了 战争的结果 是毁灭 是毁灭 所以 这个社会的动乱 人与人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我们要晓得 它的根源在哪里 那现在我们晓得了 根源是在贪嗔之慢 贪嗔之慢 确确确实实 是在加速度的增长 和平还有指望吗 我们细心去观察 中国外国 古代 现代 确实 有一些 真正居住的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们很认真努力 在从事于消除冲突 出境和平的工作 他怎么做法呢 方法很多 就像佛在经典里面 所说的 佛菩萨 这些大圣大血 硬化在世界 他们到这个世界来 不是受国报的 不是夜报而来的 他们怎么来的呢 佛法里常将 成怨而来 成什么怨呢 帮助众生 利苦得落 大圣大圣 大圣佛法里面 所说的四弘十元 第一句 众生 无边十元度 众生 无边 这四个字的意思 很广 很深 不是说 云云众生 很多 那这个讲法 就讲得很浅薄了 众生 失土 众生 所受的苦难 就更多 苦从哪里来的呢 苦从贪嗔痴来的 贪嗔痴 吃是米 吃米 吃米之后 他才生起 贪嗔的念头 如果觉悟了 不米 不吃了 这个贪嗔的念头 生不起来 为什么呢 真心 楞音经常讲的 一切众生 常住真心 这四个字 我们要多想一想 常住真心 常住就是 不会变的 真心是不会变的 妄心 妄心叫无常 妄心不是常住的 妄心是什么 是生灭心 我们一天到晚 华言经常 告诉我们 真心里头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妄心里头 佛菩萨 没有 佛菩萨告诉我们 这个真心是本有的 妄心本来无的 基于这个理论 宠物 补逐 可以化解 和平 可以落实 我们对这段事情 首先要建立信心 信心从哪里来的 总得有道理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真理 真理给我们 信心 那么再看 中国儒家讲的 你三字经上 投一句话 人之粗 信本善 人之粗 信本善 论语里面 孔子说 信相近 习相远 中国圣人说 我们要肯定 一切众算 本性是善 本性是非常接近 也就是说 大家都差不多 佛者大臣经里面 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皆有佛心 佛心 就是 本善 本尽 我们 这些年来 讲到修学的目标 就定在这四个字 纯净 纯下 纯净 纯下 就是佛心 如跟佛讲的 是一样的 没有两样 那么再从 事实上 我们来观察 我们看婴儿 你看 三四个月 五六个月 他还 不会说话 仔细去观察 他 你看他的姓是善 还是我 我很留意 当然是肯定 他的姓善 只要看他的小眼睛 无论对什么人 他都相遇一天 善人抱他 他很喜欢 我人抱他 他也很喜欢 他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那个心 是纯善 纯净 那个心 就是本身 从他的 表态上 我们看得很清楚 一年岁 他会说话 他爱他的父母 他爱他的亲人 他那个爱是真的 不是假的 天真浪漫 天真浪漫 天然的真实 不是伪装的 那么渐渐长大了 他的心就变了 小时候讲的话 都不算数了 这什么回事 这个是渐渐长大之后 被这个社会的染纲 染红了 这夫子讲的 性虽然相近 习相远 那个性相近 是与圣人相近 跟佛菩萨相近 跟佛菩萨相近 非常可惜 小时候 没有好好地教导他 没有道德在寻陶他 他染上了 他贪嗔痴了 就好像吸毒一样 他上瘾了 到了少壮的时候 欲罢不能 有些时候 他做了些卧室 损人立即 有时候感到良心不安 良心不安 他还是要做 这什么原因呢 他克服不了 外界的诱惑 内心的烦恼吸气 他没有这个能力克服 于是才违背自己良心 造作一切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 一切 变乱冲突的根源 把这个根找到 消除冲突 从哪里做起呢 一定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 这一点注意 一定要明了 佛在经上常常讲 自己未度 而能度人 无有是处 我们看孔子 看孟子 在中国 看老子 看庄子 这个度 就是把自己这个冲突 化解了 然后才能帮助别人 才能教化别人 释迦摩尼 祝佛菩萨 也是这样的 所以冲突 在哪里化解 在自己内心深处 我们内心的深处 真心 忘心 真忘 冲突 沉心 虚伪 成为 冲突 我们 齐心动灭 除世待人 皆无 我们用什么心 自立 跟利他 冲突 欲望 欲望 欲望是严重的 染污 于清净 冲突 成会 成会 成会是极端的 不平 与平等心 冲突 与痴 跟智慧 冲突 所以你要晓得 真正冲突 是在我们内心深处 我们要讲究和平 先把内在的冲突 消除 然后 我们自己 和平了 中国古人常讲 平平 气候 怎么样能达到 气候 平平呢 要把内心里面的冲突 化解 或者我们讲 内心里面的矛盾 那都是一样的意思 你要把它能化解 这是大学问 真功夫 这个问题化解了 在佛法里面讲 超凡入审了 那由此可知 佛法里面讲 凡胜 标准是什么 你内在矛盾冲突 没摆平 你是凡夫 你内在里面的冲突 矛盾 通通化解了 你就是圣人 圣人 才真正有智慧 有能力 有善巧方便 帮助这个社会大众 化解一切众生的 矛盾 矛盾 那么这个方法 是在讲的 教育 这一点 我们只要冷静观察 真正具足 大智慧 真实智慧 真正慈悲 这种人在世界 他做什么 都是从事于教学 四道 做老师的 很辛苦 为什么呢 你叫人 你自己要做出最好的榜样 你叫人不贪 首先你自己要不贪 你自己要贪 叫别人不贪 谁能相信你呢 你自己在逆境里面 不成会 你才能教人不成 别人听你的话 要看看你样子 父子讲的 听其言 而观其行 你有没有知道 谁做老师的人 其心动念 别语造作 都分一场精神 唯恐 让别人呢 看到不好的样子 学到不好的样子 他要学个不好的样子 这个周老师 老师怎么对得起学生 不仅是对不起这一个学生 对不起所有的学生 对不起社会所有大众 学为人私 行为示范 不容易 老师 都是清高的 清 他的物质生活 清淡 贫穷 贫穷 高 是他的志高 他的德高 他能给社会大众 做模样 在中国 在中国 你看看 孔孟老壮 在印度 你看看 社加 他的这些学生们 施利弗 穆金林 加世阿南 一直去看看他们 看他们一生的行业 看他们一生的行业 他的行为 他的造作 不但是 当时 感动 社会大众 即使在今天 我们去福 年三千年了 年三千年之后 祈祷这些大圣大行 我们心里头 还生起 无限 鸟目之行 甚至于 还发孕 向他学习 这是德高啊 智广啊 才能这样的 感动人 令后世人 永远 不忘他的行仪 不忘他的教诲 这样不是大智大德 各位想想 谁能做得到 中国在古代 外国也不例外 对于 这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从此于过行过夜 你去观察 对待老师 特别尊重啊 老师 那真正叫 难能 可贵 他们有贪嗔痴 他们有物质享受的欲望 一能穿的暖 是可以保肚子 有一个小毛棚 能遮蔽风雨 他很满足了 所以 反而是从事于教学工作的人 中国人成为老师 帝王尊敬他了 父老尊敬他了 他在社会上 虽然很贫寒 不得社会大众的尊敬 由于帝王大臣 社会大众的尊敬 儿童 年轻人 在佛法里面讲 善根深厚的 他很羡慕 这些圣贤呢 习圣 习贤 希望自己也能做到圣人 也能做到仙人 认真地学习 那么这个 现代的话来讲呢 道德教育 我们看看 现代社会 枯舌技术 突飞 猛进了 可以说呢 日新 日野 物质 生活 大幅度的 提高了 圣行 道德教育 差不多已经 旺得 干干净净 这个不得了 这是社会 动乱的 根源 我年轻的时候 对这些问题 很留意 我对于圣行 非常两目 修佛之后 我肯定 全世界 每一个宗教的 创始人 都是大神 大贤 大知 大德 佛家将 大慈 大悲 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 谁不追求 明文理 谁不贪图 五语六成的 享受 他们这些人 能够放弃 明文理 放下 五语的 受用 甘心 情愿 过一种 清苦的生活 全心全力 来教化社会 给社会 做榜样 给社会 做典型 他对于社会 对于人类的 贡献 真正 可以说得上 无与伦比 这个社会上 任何一个行业 不能跟他相比 全心全力 在奉献 宗教里面讲的 牺牲 奉献 而且 这么 莫辞 包庇 帮助 世间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彼此 误会 误会的 根源 他来画起 你 破了之后 人就觉悟了 觉在有落 落在 觉中 真 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在跟诸位 透露 这些 从事于 社会 教学 工作的人 他有大落 你别看到 他物质 生活上 那样的 清贫 精神 生活 快乐 所谓的是 身贫 道不贫 物质 生活上 清苦 精神 生活 不苦 大落 这个是世间人 永远 想象不到的 他那种落 那是世间人 没法 体会得到的 你要没有这样的 真 诸位想象 谁愿意 冤枉 吃苦呢 那吃苦 有代价了 代价 真 我们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 例子 一般人 很不容易 体会 那我也是在中年的时候出家的 33岁 我26岁 学佛的 学佛 我就选择 素食 当时 有很多 同学 朋友 同事 都认为 我很迷远 迷信 不吃肉了 都很同情我 感到我很苦恋 也常常来开导我 劝我 福亏羞 不必选 这么苦的生活了 他们不了解 我选择素食 我有我的道理在 三四十年过去了 再遇到的时候 他就撑起大拇指 你对了 你对了 三四十年 他才认错 他那个生活方式 没有我这个生活方式快乐 那素食 有代价了 什么代价呢 非常明显的 不容易衰老 不生病 古人讲的 便从口如 祸从口出 所以我们有很好的形象 让他看 这个形象 就是沉寂 学福 福是什么 知道的人不多 包括 许许多多佛教徒 都不知道 福是什么 天天拜 天天念 摄加摩尼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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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加摩尼弗是什么 不知道 甚至于误会把他当作神明来看待 这足相迷信 这足相迷信 摄加摩尼弗 印度人称弗 中国人称圣人 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一样 一生 从事于 社会教育工作 社会教育工作 不论你是哪个国家人 不论你信仰什么宗教 只要你跟他学 他就非常真诚 慈悲地教导你 成就你 帮助你破米开物 那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好老子 我们佛弟子 称摄加摩尼弗为本司 本是根本 根本的老司 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 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摄加摩尼弗的身份 我们校服 就要效法他 集成他老人家的四业 这个四业就是多元文化教学的四业 这个四业里头 决定没有明文力 统统放下了 决定不求五与六成的享受 终身从事于这个教室 帮助社会 帮助社会 广大众生 所以不能够 他断掉 明文力 五与六成的享受 至少他已经 看淡了 他能够把这些东西 看淡 诸位想想看 冲突 变乱就会减少 和平 幸福 就慢慢接近了 这是一定的道理 这就是 他夜深四业里面的成果 他这个成果 不使自己来享受 是贡献给整个社会 贡献给整个的世界 潜移默化了 在做消除冲突 在做促进和平 幸福美满的工作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下一个中间 再跟注一报告 是贡献给整个社会 贡献给整个社会